好 或許年輕人真的該多多學習 如何知恩 感恩 報恩 來看連貓都懂喔 就是卡通貓這報恩 在現實生活當中真實上演了 就是這個開吊具店的老闆 他兩年前撿到這個在流浪的小黑貓 幫他取了名字叫小偶摸 但是這個想不到是 最近這隻黑貓常常從河堤旁邊 特別去抓魚回來還喵喵叫 就像是在報恩一樣 毛色黑的發亮 抓起蜥蜴 動作靈巧 可愛中帶點強悍的小黑貓 可不是一般野貓 而是一隻會報恩的貓咪 本來在河堤附近流浪 被釣具店老闆收養之後 老闆因為他的黑毛 取名為歐貓 就像是感謝老闆收養他一樣 歐貓常常抓東西回來店裡 不只抓魚還有蜥蜴 小鳥超有靈性的歐貓 老闆藏岸有家 因為我這邊沒有人可以進出 我只有貓 所以就懷疑是貓 對 然後後來就有一次就發現 他從後面進來 釣了一隻魚 就很大 然後我也嚇一跳 正在拍照他又跑了 還來不及捕捉珍貴的一刻 歐貓平常就在河堤旁找尋目標 等到下午釣具店老闆開門做生意 就把戰力品領回來 就像是卡通貓的報恩 兩年來老闆收到各式各樣 歐貓叼回來的禮物 雖然都不是真正能煮來吃 但是歐貓可愛行徑 每次都讓老闆覺得 就感興 昨天新聞說說 華誌漫威 新北市採訪報導 文字幕君